全球原物料飙涨 进口豆涨价 为了让在地豆类的市场竞争力提高 丰隆地区农会不只在末端 以食品加工的方式提升豆制品的销售量 同时也严格把关有机黑豆产地飙涨 在耕地火化以及大粮仓政策推动下 逐渐让丰隆地区的黑豆豆奶被消费者喜爱 最美黑金产业以往大豆长期仰赖进口 近一两年新冠疫情以及乌二战争 造成国际原物料价格波动 丰隆地区农会长期推动国产大豆腐根 因此在此时机为农民找到了产业的新契机 推广上的话 比如说可能一年卖个三四十吨没有问题 但是要卖到破百吨 之后如果还要到破百 一百多吨以上这样的话 可能市场还未必能够接受这么多 八十块的这样有机大豆 但民众的意识 他第一个要认知到有机跟冠型 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要用 等于是好几倍的价格 去用原料的价格去购买这些大豆 透过教育的方式 其实政府已经都做很多了 未来也会做更多 所以像今年又有什么 食农教育的那个 食农教育法 然后食农教育的一些计划又出来 这样子 那他们就是要 要着重在 在这一块 但是在种植的成本上 冠型农业与有机种植的差异大 有机耕作在人力的投入 使得农民耕作面积 无法超越冠型农业 投入大量的实践以及人力 堆叠了有机耕作的成本 也影响到市场的竞争力 如果你炒的状况 机器处理不好 或者田区本来炒况就很多 那可能 可能你这一公顷 你又要多花三分块的钱 去人工出炒 然后冠型跟有机 还有另外最大的差异 就是冠型 你操作上人工还是比较多 他们喷药一天可以喷十甲 可是我们有机机械除草 再怎么快 也是两三甲的量 所以他们一个人 所以他们一个农户 他们一样的时间 冠型的农户可以操作 比有机的面积 一般农户的面积 要大上好几倍 他们耕作的田区大好几倍 就是一个人他可以做四十甲 一个人只能做十甲 他们收入当然会有差 农民就指出 大豆有机耕作 必须仰赖政府部门给予的协助 才能够维持 而健康的饮食教育导向 这些都势必影响到消费端的选择 因此也影响到花莲在地农业 产业的发展 记者凌杰 凤林郑采访过来